随其所闻与法相应 我们看这两句 唐义的 吴宗元一本就唐义的 得稳如是种种神习 获得广大爱要 欢悦 而与观察相应 与离相应 乃至涅槃相应 相应是什么意思 其和之矣 下面说相应的 譬如含 含是盒子 有个盖 这个盒子跟盖是相应的 我们只看到这个地方 那么极乐世界的大众 天道六成 讲经说法 与自己的功夫 观察的功夫相应 这个话 啊 观察相应 是戒门 就是 张家大司讲的 看破 啊 一眼离相应呢 就是放下 涅槃相应呢 是圆满了 那 比如 我刚才举的这个例子 那 我们遇到 善于 瞬间 境界 瞬间 善于 缘是人四环境 遇到都是好人 好人称赞你 啊 欢喜你 没放在心上 啊 但是外面呢 外面不能不表示 不能像个木头一样 啊 人前世故要见到 心里都没有 外面礼貌 弓箭都做到 里面如入不动 这是修行的 啊 毕竟我们现在这个世界 这个环境啊 是在人世间的 人世间 人的礼貌 要尽头 不能放在心上 这叫方向 明明孤岛啊 啊 要遇到 拟心 无缘 原家对头 遇到了 看到你不顺眼 把你宠怀一顿 把你批评的 也闻不止 啊 你怎么样 恭恭敬敬 听到了 听完之后 就离开了 没有怨恨 啊 没有报复 如春风过耳 不放在心上 这就对了 啊 不放在心上 就是眼里 啊 涅槃是寂静 是真心 涅槃相应 真心 相应 真心里面 没有七心动念 七心动念 是旺心 啊 真心 不七心 不动念 这叫相应 这叫真修 这叫真功夫 啊 我们要感恩 我们要把自己 修行功德 给他回想 为什么 他造业 他不知道 我知道 他造的善业 果报则三三道 他造的物业 果报则三我道 戳不了六道轮回 那我们把功德 回想给他 他能不能得到 能得到 能不能受用到 现在不行 必须到有一天 他就悟了 他忏悔了 他就得到 得到 他会感恩 他知道这错了 所以凡事 不能着急 实际应运 变化很大了 我还不得到 他保护了 我还不得 我还不许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